這個又更複雜了 因為美國的這一艘船艦 它 我們一樣不知道它接近了哪些地方 但是比較少見的 我個人認為比較少見的 中共它這次官方的說法是說 美艦呢 進入到了中共的領海 也是領 就跟剛才的澳洲船艦是一樣 那這個地方是在南海發生的 那為什麼說比較相對罕見 因為其實你如果注意看 中共常常在講美艦 這個就是它去跟肩 或者它所謂的實行驅離行動的時候 它常常講美艦進入 我譬如說西沙什麼什麼 諸島的臨近水域 它常常是這樣子 所謂各位知道 臨近水域跟臨海是不一樣 臨近水域就很模糊了 臨海就是12海里 很清楚 就是譬如說永興島 12海里 這就是臨海 但是臨近水域到底多臨近 多麼近叫做近 大家定義不一樣 所以這一次中共 很清楚講你進入我臨海 所以我只能大膽假設 就美國這艘軍艦呢 它很故意的進入到了 這個應該是西沙我記得 西沙群島的 某一個島礁的 12海里的 這個水域裡面 那你覺得美國軍艦是刻意這麼做 刻意的 因為呢 美國第七艦隊它公佈的新聞稿裡面 它已經說了 它就是要去執行這個所謂這個航行自由行動 但是航行自由行動是從美國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就應該190年代左右了就開始在做的事情 如果各位不知道它的這個作用是什麼 其實美國就是說我美國是一個全球海軍國家 我不能容許世界任何地方有妨礙我美軍自由航行的這些過度伸張的國際法權利 他常常講過度伸張的國際海洋法權利等等等等 所以呢美國的航行自由計劃行動啊 它不是只針對美國的敵人或者美國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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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它導彈的人 其實你去看它它每年都有報告的 各位只要去打出來一找你就可以看到每年報告 它裡面挑戰的對象其實也包括像當時跟美國關係很好的巴西 然後日本 甚至呢在最近這幾年的時候越南跟美國關係不錯吧 越南也被挑戰 更不用講說台灣也列在這個被挑戰的名單裡面 他都會講說我從哪裡過去 所以我是要挑戰誰 所以他會把國家列起來 然後挑戰的地點在哪裡 所以他就告訴你說我要自由航行 而且我是針對他所主張不應該自由航行的限制去做的 對所以第七艦隊的新聞稿說回來這邊 其實他其實我覺得台灣的新聞真的都掐頭去尾 有些該講的不講 因為他明明就講了說 他針對誰 他針對中國大陸 台灣還有越南 所以他這個自由航行的維權運動 維權活動針對的是台灣 越南跟中國大陸 三個國家他認為都有妨礙他自由航行的疑慮 但是你看台灣常常就說哎呀你看美國跟中國大陸在嗆 那台灣被嗆怎麼 蔡英文政府都不回話的 所以這是美國嗆中國越南跟台灣 對 那我們就裝作沒事 對不對你嗆我好了 那中國跑去驅禮了 對 他被嗆了之後他跑去驅禮了 對 那所以呢 所以大家就可能又有一些比較近的這種跟肩驅趕的這些動作 那一樣我們還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中共講說進入領海 這個相對是少見的 但是一定是故意 不可能美國說哎呀不好意思我這個雷達或導航 可是問題是為什麼美國的這個自由航行的維權 包含進入人家的領海 這不是違反了國際相關的法律嗎 因為美國他認為說 別人的領海也是他自由航行的區域嗎 因為 不包含領海吧 這一個其實牽涉到比較複雜 我講的很簡單 就是說美國認為說 好了 你在西沙南沙的這些島礁 它是可以畫領海 可是呢 你畫的領海的方式太誇張 不是就12海里嗎 對但是他因為他可以把一些這個 那個畫線的基點連起來變成一片 他認為說 你這個畫的採取最有力標 就是對你最有力的畫法 對但是對我美國來講你畫太誇張了 你要畫最保守的方式 就是這個島的外面一小圈 簡單講就是類似這樣子 所以美國就開始去做 那到底該怎麼畫 這是誰能決定的 沒有辦法 國際海洋法沒有規定 就是你該怎麼畫 對那美國大家都知道 美國其實並不是聯合國國際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 那美國常常叫人家 你要遵守那個 但他自己不是 對 但是美國好玩的是 你也不知道這國家在 他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他不是締約國 但是呢 他在很多地方 他自己確實有遵守 然後他也叫大家遵守 但是呢 在某些地方 他自己又不想遵守 也就是說 主法皆空 自由自在 我想遵守的時候 大家一起來來 把這個事情 按照國際海洋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我們把它搞定喔 但是當我美國不想做的時候 你們玩你們的 我自己做我的事情 美國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但是國際法就是這樣子 你既然沒有簽的話 人家理論上不能約束你 更不用講這是全世界最強的海軍 美國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 中共有中共的說法 美國有美國的看法 然後永遠就看到 在什麼東海啊 特別在南海的地方 幾乎動不動 現在就會有這樣的事情 那我估計啊 這個事情在未來 也只會多不會少 因為這個爭議 沒有辦法透過法律去解決 那只能靠什麼 靠政治跟拳頭嘛 那所以那大家 中共不會示弱的啦 特別 你這樣想好了 美國有其中選舉就算了 中共還有二十大 誰示弱 在國內都不好交代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也只能這樣 不要擦槍走火就好了 那大家各自有各自這個 法律的主張啊 反而到未來 反正打國際法官司的時候 大家才有證據拿出來嘛 不像我們中華民國 都不講話 都不講話 一次兩次三次 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之後 人家就當作你已經放棄你的權利了 他的宣告裡面都不用寫台灣了 因為台灣不會再限制他怎麼航行 我們有時候還是 我們法律還是有規定啦 所以美國還是繼續挑戰你 但是你要 你要有一定的這個反應 讓這留下紀錄 不然的話未來在打國際法官司的時候 其實台灣是吃虧的 就算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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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